大家觉得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缺乏的东西 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在回想自己为什么有做很多事 尤其这几年之后在做企业 失败的事情也很多 每一次失败我总是能够再度起来 失败再度起来 失败再度起来的想法 就可能跟小鹿纯子那时候的片子是很有关系 那里面有这么多女排姑娘 你有没有对小鹿纯子特别喜欢呢 我一定要问出来 小鹿纯子到底是不是你的梦中情人 要讲真话呢 那时候我还小了点 我才18岁还没有这样想法 如果那时候256岁也许会有这样想法 小鹿纯子那时候也才18岁啊 没有啊 他那个我18岁的至少我还没有这样想法 那时候男孩单纯的很 是吗 确实是挺喜欢的 是毫无疑问 确实是挺喜欢的 现在越来越喜欢 那我们知道你先后六次到日本去寻找他 目的是什么 其实呢 可能是大家误传多 就是我专门六次去的可能性不大 其实我这两年去日本有十三四次吧 就这两三年内 那每次到日本的时候 我在演讲过程中 日本人总要问我很多问题 那我再回答 我说日本有非常好的东西 非常可以激励别人的东西 日本人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或者没有意识到 或者没有发现 我说我们想学企业的 最早是松下阿信 还有排球女将的小鹿存子 所以很多日本人很好奇 小鹿存子是谁 然后我就跟很多朋友 跟很多的媒体朋友 跟银行的朋友 企业界的人讲小鹿存子 排球女将 他们越听越悬 我越说越糊涂 大家不知道我在说谁 那我就 就是想到 就说如果把它找出来 然后呢 我自己也在想 找出来的话 也能唤醒我们这代人 再度这种拼搏的精神 也能像现在新的年轻人 也有一种拼搏的精神 然后日本人也会找到 所以一次一次 每次去我总是讲 然后就去找 对我知道 那个时候有人问你 为什么这么喜欢来日本啊 你的回答是 因为小鹿存子在这里啊 你当时是通过什么途径去寻找的 我再要给观众朋友讲一下 因为在中国这本片子叫 排球女将 但是在日本呢 它有另外一个名字 叫青春的火焰 所以我们一般的观众 要寻找小鹿存子 并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问一下马云 你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去寻找他 是特别复杂 真的特别复杂 你刚才说 是不是我梦中情人 这些东西 很多日本人在问我 因为在日本 我们企业在日本 还是比较有一些 名气和影响力 那我自己在日本的媒体上 经常会有我的文章 所以在日本觉得 我很多年轻人 把我们当做一个榜样在看 但我说我在日本 有个偶像 有个榜样 所以日本人很好奇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那个日本最大的 山顶自由银行的一些高层 在交流过程中 我说我特别喜欢 日本的一个演员 他演的电视连续剧 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所以那天晚上 我记得我们喝酒 喝到十二点钟 然后他说 这个人是不是你的梦中情人 如果你好像感觉 我要取小楼层子 就是吧 因为我说有这么个人 他们就是不相信 最后我说 想办法帮我找到这个人 然后当天晚上 我就发了好多的邮件 给日本的日经杂志 日本财经杂志 日本新闻社 所有采访过我的日本记者 我都给他们发了一秒 我说希望尽快 帮我找到这个人 那么晚上两点多 我又想了个办法 我给杭州明珠台当年的一个编导 打了个电话 我说我要找 你有没有办法给我找出 这个小鹿层子的日本之名字叫什么 说他先生晚上在中国 大家查通过雅虎啊 Google查到 然后三点钟 给我在日本打电话 他说他叫荒木油妹子 你在Google上可以找到 然后我再上Google 早上凌晨三点钟 在Google上找到了荒木油妹子 看到他照片 我说就是他 然后我再通过把他交给了 那个交给了一些记者朋友 然后记者朋友 日经杂志的记者朋友去找到了他 你找了多久 好久 我去至少后面去的几次 我每次都提 每次都希望找到他 你有没有想到过 找了一半这么困难 算了放弃了 我不找了 那不会的 我觉得你要做一件事情 你真的想做 只要给你时间 只要你自己坚持 你一定能做得到 找到小路纯子 是在几几年 什么时候 去年吧 去年找到他的时候 一开始他的经理人 Sasaki 张周总路先生 跟我在东京 我们一开始是 见后来不见 见后来不见 挺复杂的 因为他觉得 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运迷 那么后来他在日本 也进行了一些 我的资料 可能收到以后 发现我并不是一个 普通的运运 那第二次我们再安排 我觉得跟那个 黄沐是在 我要离开 两次都是 要离开日本 回中国的飞机前 大概十五分钟见面 第一次我们就感觉很好 缘分 小路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吗 马云先生 给你和我们中国观众 签了一条线 让这份缘分 继续到今天 其实绝招 做任何事的绝招 就是一样 就是你 其实就是拼搏竞争 你永远不放弃 如果我第一次去 说找不到也就算了 第二次找不到也算了 第三次找不到也算了 最后 我觉得 这个东西不可能的 为什么要放弃呢 我发现很多 小年轻 缺乏了这些东西 而这些 我希望通过 去找到小路存子 找到当时的拼搏竞争 再把它捡回来 把当时的精神找回来 把当时的思想 唤醒 我认为是唤醒一个时代 唤醒当时我们拼搏的那种精神 小路你 当时是不是很爽快地 答应了马云的邀请 对 最初に 马云さんと15分くらい 一回目に お会いしたときに 直感しました 这个人是真面目的 人だと 真面目的 真面目的 是